欸 而且來這裡 大家都是一樣 這個賽道大家都沒跑過耶 這封街耶 都新的賽道 新繞了 對啊 很多人還是適應的很快啊 真的太弱了 我們還是回去教高中數學啊 真的是 讓大家知道 你就是教高中數學 對 這時候再做一個動作啊 叫做車檢 也就是你要登記你的車子 車架 你的引擎號碼是什麼號碼 好 還有這個家目標是 告訴你 你撞什麼怎麼賠這樣子 那因為他給你全新車嘛 所以你車子只要有壞的 你就是要賠給他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部分 這是我剛剛把車開回來的時候 等一下你會看到啊 我車子前面呢 會有點就是插撞 那插撞導致那個貼紙是黑黑的 那這時候啊 這個貼紙就要賠了 你看開花對不對 嘿嘿開花 這時候貼紙就要賠給他 各位可能不相信 這貼紙要好幾千塊 要賠多少 OK 所以 但是我們還是沒辦法 就是你在比賽動車的時候 你不可能去顧貼紙的安全 對不對 該賠還是要賠 那像現在這個動作啊 就是在做車警 大會的裁判 會去檢查你的車子 是否符合規定 那你的引擎號碼 你的車價號碼 填是否有屬實 像白色這個衣服 他現在在對車子引擎做風險 也就是這個車子的引擎 你不能任意更換 那這是我們的時速表 我們可以從上面知道我們的秒數開的好不好 像我這時候就是在跟蔡誠陽講說 欸 我這個車子 剛剛有抓到比較會開的一些訣竅 因為我在台灣也是開這一款車子 但是我在台灣開的煞車是比較大的 碟盤是比較大的 那因為這裡的碟盤是比較小的 所以踩起來會稍微有一點 不是很奇怪 所以我就這樣子就是 適應力是很重要的 因為煞車跟油門同樣都是很重要 煞車很著重一個腳感 OK 知道 掰掰 掰 加油 愛你喔 好 愛你 來 親一個齁 李翰 過來 好吃 我可以聽不懂 有 我可以聽不懂 看一成功